好緊張 好啦 大家聽不聽到呢 大家聽得到 嗨 大家聽不聽到嗎 嗨 Robert Ma 好謝謝 聽得清楚吧 好 好啊很清楚 謝謝 幸好我的WiFi是好 真的嚇到我鼻孔都沒有 還有這個是我做完矯視 大家現在是很清楚的 好啦 Watch Live Video 好啊很清楚 好啦 就是說呢 如果我今天 You're now watching a live video OK 對了 好 如果我今天呢 那個Live我是說不完的話 那我 那我 為什麼我的Hastat這麼高 我一向Hastat這麼高 嗯 OK 如果我今天那個Live 我是說不完的話 我會想呢 就星期日 對了 再早因為呢 來 現在30分了 我開始說了 那各位 有人問我 我吃了飯沒有 其實我還沒吃飯 我吃了幾塊餅 對了 唉 我一做正經的 就廢寢忘餐了 好啦 我想說呢 會不會很暗呢 我不會的 都不暗 對了 因為最近有些人都給我意見 就說 其實有時候那個Live 如果真的趕到一個多兩個小時 這樣會太長 就太 即是太過 吃不消 令到人 OK 還有我都要趕一下時間 其實不只有我一個 不斷在那裡說 原來我都要抽些時間 去看一下那些評論 對了 大家都知道我 然後我那些東西 一向都很豐富 對不對 那麼其實這樣搞一下 我要講完十二個星座 下年2021的開運秘笈 然後又要去看一下評論 然後有時候有些 嗯 即是在那裡 Rumble OK 那可能真的會搞了很長時間 那我可能呢 就會想是分兩部分的 OK 那所以我現在呢 就想問一下大家 我會做一個投票 就是說如果我 剩下一些星座還沒說 我希望星期日 Sunday OK 星期日呢 就會去做它 那大家是想我做Live 還是我自己做個Video 我隨便上去就算了 我現在在comments那裡 嗯 做一個comments 給大家去按一下 麻煩 臉色創白 OK 好 我現在 等一下 我現在在comments那裡 打一個comments 給大家去投票 好像有得這樣做的 我可以 有得... 哦可以 有得拼的 哦對 我可以拼的 嗯 好 好快啊 哎呀 哎呀 等一下 很快很快 不好意思 現在正在做投票啊 文字 有人叫我打文字 傻的嗎 想我死啊 哎呀 哎呀 我怎麼做個投票呢 有沒有可以做投票的 怎麼算了 怎麼算了 現在很緊張啊 可不可以先說 不可以先說 不可以先說 嗯 1 2 1 2 啊不是 我想大家去按 去... 嗯 對啦 文字我怎麼會打文字呢 想我死嗎 嗯 嗯 嗯 哎呀 怎麼算了 怎麼去投票呢 啊不是啦 嗯 啊 我想到了 OK了 很快很快很快 現在過了三分鐘而已 OK 不怕不怕 哎呀 怎麼辦呢 哦 不是我 大家有沒有可以在我的留言 下面去回答我的留言 哦 嗯 哦 我想到了 哦 行行行 我想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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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還沒有印出一個留言 OK 如果是想我星期日再做Live的話 哎呀 怎麼搞 哎呀 Shit 你幹什麼啊 哎呀 unpin 我可以刪除我的留言 哎呀 刪除不了我的留言 哎呀好煩啊 哎呀 現在又不是水星的客人 為什麼要這麼多 麻煩的 大家 大家等我一會兒 很快啊 New comment Can I just delete it 我真的不會delete它 哎呀 好 我再打一次 OK 我先打一次 到哪怕 都這邊 都會是 大方 我再打一次 在哪怕 我再打一次 嗯 是 太好 小的 啊 就在那邊 我先打一次 我先打一次 你打一次 我先打一次 可以了我搞定了想到了 我剛剛給了一個新投票的留言 就是說如果我今晚做不完 那我星期日是再做一個直播去講餘下星座環節 是我直接上載一條影片 我現在就編了我的留言 請大家投票 投票是怎樣投票法呢 特別是說如果想我再做直播的話 按藍色手指贊好 如果是想我純粹上載一條影片的話 就心心吧 唉行了搞定 好我先看看 唉唷不是這個喔 咦我最新的那個在哪裡 唉唷好害怕 什麼 不好意思啊 唉唷過了六分鐘了 不要緊了我當把那些人放進來 現在才有八多個應該不止的 對嗎 很快很快 喔不行 噢可以了 唉搞定了 行了我刪了個留言 好在最新的那個留言 嗯 嗯 原來我這個放不到照片上來 可不可以放到照片上來的嗎 擺不上 不能擺放上來 糟了 因為其實有 好了 事不宜遲 過了10分鐘來開始說2021 星雲開運秘笈 不過也看看大家有什麼 留言先 今晚說誰當然是 有一個系統 我講誰才是有系統的 我會先解釋一下 為什麼會先解釋這些 原來現在也有些人給我一個意見 就是可以一選笑 然後二選心心那些 大家真的很聰明 英雄所見略同 我也是英雄 我和大家想的都一樣 很聰明啊 大衛 各位 好 不讀這麼多了 其實在我剛剛那個帖子 即是臨急說 我怕WiFi會壞的那個帖子 我在那裡的評論 我是貼了一幅照片的 它是一個by wheel的一個chart來的 我們叫一個synastry 一個合盤 OK 其實它跟今晚是有關的 好了 其實今晚我是說2021 十二星座開運秘笈 是不是 那基於什麼呢 發生什麼事會有這個 2021開運秘笈呢 我經常都說的 星星是不會跟人類的 system去行的 它們有自己運行的軌跡 星星 OK 所以呢 怎麼說呢 即是不會說因為2021年 然後整個 去到1月1日 就世界變了 會發生什麼事呢 大家就會跟著這樣去開運的 其實那個原理是因為 原來呢 木星 天上的jupiter 就在12月 的末末 18、19日 就步入了水瓶座 然後在21日 就發生了這個 非常之震撼的木土盒 木星和土星 就是在水瓶座 在冬至12月21日 OK 就這個木土盒 其實我之前已經是講過的 那個木討盒是講過它的重要性 不過我稍後都可以講一點 但是這個木討盒其實對香港都有些影響 那它怎樣影響香港呢 就麻煩看回我上一個post comment section 裡面 有一個圈圈 我們叫一個by wheel 即是一個合盤 我就將這次木討盒 當時的transit 即是天上行星的配置 再配合香港的命盤 就看看會發生什麼事 因為大家都相信是一些熱血公民 一些異氣子女 真的很喜歡香港 原來這次木討盒聲響水平座 對香港是會有以下的一些影響 一些這樣的作用 我看看是否真的沒辦法 把照片放上來 真的沒辦法把照片放上來 不好意思我之後再上載 好 原來呢 隨著這個木討盒 在我們天上同時的火星 在白羊座 是一個戰神來的 原來火星在白羊座 是一個最舒服的位置 我們叫它龜廟 入了一個廟 原來它就是在香港的命公 我們叫第一公 所以其實影響到我們整個社會 都會有一種越戰越勇 勇氣永不滅的一個心態 同時在這次木討盒 我們叫transit 記住這個字 我待會不再不斷說了 transit就是說天上正正正在發生中 transit的月亮 我們都要看這個月亮 為什麼呢 因為原來的它有一個叫〝世俗尖卿學– 社會卿卿卿學 Singed Mandane Astrology 月亮是代表人民的 原來transit的月亮 就和transit的海王星 都同工在同一個位置 在相遇了 就是香港命盤的十二公 他也會影響到全部的人民 某些 有些人是不關心社會時事 他死去時 但是一般人都會有一種犧牲 願意去壯烈、英烈、犧牲小我 完成大我這樣的心態 接下來這個木土盒會影響香港很多年都會有這樣的感覺 這次木土盒 我們可以看到很多星坠在某一個位置 Transe差不多是天蠍、射手、摩蠍、水平的位置 對香港的命盤 原來他就是我們盤的頂部 即是我們叫做接近一個天頂 MC族的位置 它是可以令到我們 香港這個東方蜘蛛的地方 是光耀世界 是讓全世界看到我們的存在 接下來很多年裡面 我們會做了一些很震撼世人的事情 而獲得很多的掌聲 尤其是甚麼呢 Transit的太陽是在香港命公的九宮 九宮是說一些國際事務 這個太陽其實是非常非常貼近那個MC族 那個MC族其實就是一種名城利就 一種獲得很多的掌聲 獲得很多的認同 獲得很多的認同 即是一個合盤一個圈 那我跟你說 香港的那個盤 其實就是 看看 香港的那個盤 其實是內盤 裡面 即是深藍色的東西 就是香港本身的名盤 OK 然後外盤 外圍的橙色 就是現在 不是說現在 但是是今次木土合 天上Transit的那些星 內藍 是香港名盤 外面橙色 是木土合 Transit的那些星 OK 首先我們很快去分析一下香港的名盤 裡面那個圈圈 藍色 我們叫做一個圓局 我們本身的名盤 其實金星和冥王星 是有一個三分的現象 他們分別 就在香港的五公 和八公 所以為什麼香港這麼多年以來 都是有很多 投機 炒賣 炒樓 這些這樣的狀況 OK 那伴隨今次木土合 天上Transit的金星 就竟然是 跟圓局的冥王星 是合在一起的 OK 而且這個金星 是踏正在圓局 九公的那個頭頭位置 OK 那它有什麼作用呢 它就會拉近了 圓局的那個冥王星 和天王星之間的六分 OK 再說一次 Transit的金星 Venus 它踏正在 圓局的九公頭 也都合了圓局的冥王星 那它的作用呢 就是拉近了我們圓局 即是香港本命盤 那個冥天六分 冥王星和天王星的六分 什麼叫六分呢 就是兩個行星 差了六十度的位置 OK 那所以原來那個打擊 是很大的 就是我們香港的 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是會玩完的了 在接下來這麼多年裡面 但是不用怕 因為呢 那個土木俠呢 這次是發生在我們的十一公 水平座 所以其實呢 我們在香港 在國際社會裡面 會做了一番大成就 和我們同身的定位 有時候 都玩了這麼多年金融 其實可不可以有其他事情 可以去做一下 OK 總之我們接下來這麼多年 香港會經歷了一些很大的 Status上面的轉變 OK 但是是一些新天新地來的 我剛剛也說過 上面相遇作發生的事情 我們大家是一定要做好一個心理準備 OK 那還有 我講完很快的 放心 還有就是Transit的那個藍交點 什麼是藍交點 是一個 一個這樣的圖形 是不是叫Omega 就是一個這樣的圖形 好像一個調轉了的八爪魚 好像一個調轉了的八爪魚 那樣的圖形 那就是外圍橙色那些 那Transit的這個藍交點呢 原來呢 它就得勢 是一個非常漂亮的位置 OK 它就是在我們香港原局 九宮射手座的位置 OK 那就是說其實 什麼事呢 原來我們來香港 我剛剛都說了 我們那個國金中心的地位 是會完 是不是 但是 這個Transit的兩交點 在香港的射手座九宮位置 其實是跟我們講一個什麼故事呢 就是說 其實我們第一天一開始 有一種這樣國際的地位 它可能只是一個鋪排而已 它不是那個結果 它不是終點 它不是說香港千秋萬世 都會有一個這樣的國際地位 但是只不過是因為我們有這樣的地位 我們有這樣的power 我們可以吸納到這麼多的人才 這麼多的錢 這麼多的attention 國際的關注 它是一個鋪排 然後 我們最後就要完成某一個使命 打大佬的使命 明白嗎 那這個就是南交點 在射手座得勢 要跟你講的一個故事 OK 我們以前很開心 國金中心 OK 但是這個不是那個結局 我們只可以成為國金中心 原來是因為有一個之後的使命 就是打大佬 可能 所以其實 我們香港人 是被上天選中的一代 我們是應該感到自豪的 OK 那最後說完 很快很快 這個是真的說 最後一個point 就是今次這個土木合 在冬至 冬至的土木合 會怎樣影響香港 接下來很多年 對了 為什麼是很多年 因為土木合 那個系統是很長的 OK 那你當作二十多年 三十多年 這樣 OK 那最後就是 就是說 這次這個 這次這個 我剛剛也說了 這次這個土木合 transit 那些星 其實是聚在天頂 頂頂的位置 的 盆的上面 OK 例如那個土木合 就是發生在我們 香港名盤十一公的公投位置 OK 它也是合了 原局的海天雙星 即是它跟我們香港本名盤 海王和天王的星 是拉起來的 OK 而在這麽大塊的cluster裡面 OK 再說一次 Transit的土木合 合了香港原局的海王天王 OK 我們有土有木有海有天 還有什麽呢 原來呢 這個 Transit的冥王星呢 亦都在這個界 裡面 在這個範圍裡面 OK 那所以呢 其實就是說 我們有了 木 土 冥 海 天 那麽多樣東西 Transit的木土冥 以及我們香港本名盤的海天 這些星呢 其實是叫什麽星呢 它是我們古典簽聲 和現代行星呢 現代簽聲學裡面呢 這些東西全部都是叫一個 外行星 或者是一個 時代行星 OK 那這些東西 全部出來了 是說 即將來香港 是會真的 創造一個新的大時代 OK 所以大家 要坐穩了 OK 好 以上就是 講完這次的木土合 會如何影響香港 接下來很多年的運勢 我現在去讀一讀 有沒有一些評論 OK 因為 曾經有些粉絲跟我說過 其實Thomas 你不可以在這裏 說說說說說說 這是一個Live 你都會和大家有些交易 所以呢 我接下來那個分配做得好 就是 講完一部分 跟著又去看一下 跟著又繼續講 OK OK 大家都好像 沒有什麼問題問 都是 讚我 居到 多謝 多謝 OK 即是我也沒有什麼 可以回應了 OK 有人說 水平時代正式來了 其實水平時代 我們一般尖兵學家相信 已經來了很久 我們 我們叫這個做一個 The Age of Aquarius 水平世紀 我相信有個客人 是提供這件事 但是我們一般是相信 在 那叫什麼 10 10 不是 有一個世紀就是20年 在18世紀尾 就是17 XX尾 那些 其實那個水平世紀 就差不多來了 OK 但是最遲呢 就不會遲過 冷戰 是的 美蘇冷戰那時候是什麼呢 是什麼呢 是什麼時候 總之是194 194幾之後 195幾 194幾 為什麼呢 因為那時候出現了 美蘇太空競賽 對嘛 是吧 那麼 我們一般尖兵學家相信 水平世紀 OK 對 The Age of Aquarius 最遲就不會遲過 第二 就是二戰之後 194幾 5幾之後 的冷戰出現 因為冷戰就是 美蘇的體控競賽 那時候就射了很多衛星 那時候就完全全是 水平座的體現 但是最早它可以是17XX尾發生的 為什麼呢 這個要考考一下我的歷史 我現在沒有做那麼好事 因為在美國獨立戰爭是什麼時候 美國獨立戰爭是1776年 1766到1776 有些7有些6的 當然最厲害的法國大革命就是1789 這裏其實是呼應了很多水平的東西 還有其實水平座的現代守護星 天王星是什麼時候發生的呢 是在1781年發現的 所以其實在18世紀末 這就是17XX年那些 大家都看到有很多水平的因素 還有差不多是庫蘭克林 不是庫蘭克林 他發現電力的 他開始用電的 所以其實最早可以是17XX年那些尾 18世紀尾 但是最遲就不會遲過美蘇太空競賽的冷戰 好 至不宜遲現在就去講第二部分 其實有關這個土木相合水平座 我一早已經是說過 在哪裡說過呢 在那個全球華人只需知道的三個語言那裡 我是詳盡討論過的 真的去分析過他背後的 即是每次土木俠的歷史 還有今次為什麼這個土木俠入到水平座是特別特別特別呢 因為他轉了元素 他轉了去封元素 這些東西我以前有解釋過的 OK 那大家如果想找回連結 我可以在這裡打一條YouTube連結給大家 好 讓我先發出來 好了我發了一條YouTube連結給大家看不看到 見不見到 也行 在那個三大語言是講過這次土木俠有什麼這麼厲害 但是我在這裡都很快講一講 OK 他都是講一些全球性的運動 Global Movement 你說環保也可以 民主人權也可以 總之是一些很全球性 大家是一個地球村人類共同體 幾種的現象 OK 當然都是講一些科學 科技的一些創新 OK 還有呢 都可能跟互聯網一些隔身有關 尤其是 就是某國有一些防火牆 然後之前一直有人說要去拆了那個防火牆 對不對 還有最近現在大家都看到 Facebook Twitter這些東西是多麼腐敗 很多的審查 OK 那接下來這些東西都會有很多的改變 OK 那 都是人權 民主自由 還有一些理性運動的覺醒 那我忽然之間想起 不知道會不會關於深層政府 美國深層政府 可能很多人都開始發現 其實不是真的完全由人民當家作主 很多腐敗的東西 或者是否有光明會 那些後面的權力因素 那很多人都會開始有這種覺醒 就是去發現原來這個世界 不是想像中那麼簡單 是的 那 那 那 講一講 我看到有人問 水瓶座那個 symbol 其實是什麼意思呢 OK 水瓶座 其實是一些水波來的 是涟漪來的 大家知道什麼是涟漪 是不是 陳百強的涟 OK 有人問是不是電波 其實 不是 其實不是電波 你說是電波也可以的 但是大家想想 因為這些 簽聲的 symbol 在古代開始有的 OK 那古代人都沒有電波 他們怎麼會知道 這個東西叫電波的 symbol 對不對 就是如果你 今世你這麼巧 你是一個電波 symbol OK 但是它本身那個原意 其實是講一些水波 始終是叫水瓶座 是吧 Aqua OK Bonaqua那個Aqua OK 那所以呢 其實它是講一個 瓶裡面的水 那你透過瓶體 一些水去看的 那其實它是有一種透視的能力 OK 那所以其實它是講一種 就是智慧的那個consciousness 一個intellectual的consciousness OK 它透過這個東西 它是怎樣去看到 啊 將來的一些東西 它是有一種動見 但是尤其是是透過理性的動見 那所以我們經常都是講 為什麼會關於一些 science technology 的東西 是的 那大家要知道 就是水的這個狀態呢 它雖然是混在一個瓶裡面 一個瓶裡面 那它是講一個community 一個collective 大家一起共同體 人類共同體 地球村 地球村 那但是其實它同時呢 都是很強調那個自我自主性的 因為每顆水元素 它們就是一個自己的水元素 它們不需要跟別人同流合污 OK 那所以其實 都是在接下來那個大時代呢 都是在講 唉 有個很蠢的人 其實我當然不會這樣去形容我的粉絲 但是其實 那個是 是我的 是我的糖哥 它說什麼 涟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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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pple OK 唉 吹了 我喝一口水 對了 那接下來 這個整個世代 都是一種共臉 共同體 大家會覺得 原來 人類在這個地球村一起 或者可能一些環保的東西 會覺得很多事情 真的要通力合作才可以做到 但是同時呢 都不會亡失了那個自我 OK 那還有 在之前呢 即現在其實 現在也是 木星呢 都仍是在摩褶座 香港人又叫山羊座 那時候的木星呢 是令到我們要去設定一些目標 OK 我們去找我們的目標 OK 要找一些 和一些很腳踏實地 是真的可以去達成的目標 OK 然後呢 我們就是很慢慢 一步步 好像山羊 爬上山頂 OK 很努力 一分耕運 就得到一分收穫 是很Take baby steps 要去達成我們的願景 OK 但是現在呢 隨著 12月的 17、18、19日 OK 那 木星就走到水瓶座 OK 然後21日 冬至 Exactly 冬至那一天 就發生土木合 OK 那在這個風盛的星座 我們就開始 會有些大膽 就沒有之前 那麼腳踏實地 很想冒險 還有呢 我們是很開放的 很開放的 很開放的 很愿意去接受新的事物 去認識新的人 去學新的東西 是一個完全 mind expansion的時期 尤其是我們對一些古舊的 一些價值觀 都開始會摒棄 就覺得那些東西很老餅 不合時宜 所以我們是有一個非常之 願意去創新去改革的狀態 OK 給大家一個普通的建議 就是接下來這麼多年 尤其是這一年 大家要多些關心社會 一些社會運動 時事 地球村 因為很多東西 其實跟我們會更加息息相關 那 其實伴隨著 這次美國大選 大家 很多 其實是否 認識了會不會很暗 不要緊 OK 其實這次美國大選 大家都很心惦美國 其實這件事都體現了 慢慢開始體現了 大家都開始很關心地球 全部發生的事情 所以是一個good sign OK 還有我們要多些接受別人的想法 多些去包容 但是同時也不要亡失了自我 因為我們這個水平時代 是很創新的 還有我們透過合作之餘 但是我們都可以去發揮自己的一些念頭 好 講完這個chunk了 我又去看comment 然後慢慢就真的開始會去講 十二星座開黃秘吉 好 OK 哪個 大家有什麼要說呢 十二月號也好 怎麼又有整天皺眉頭嗎 不皺眉頭 不是 我本身是這樣的 我沒有特意皺眉頭的 但我也要說 呃 嗯 大家都 什麼叫 柱光女神之寬書 什麼意思 好啦 大家都 没什么疑问 没什么疑问 那我就开始讲下一步了 好 原来进展得挺快的 今晚希望有望 可以讲细节声作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不喜欢拖人的 好 现在开始很重要 这个就是我在之前 那个通知 我就跟大家讲 全世界是不会这么好 有心思 这么好心思 和你去择日 OK 他们就很简单 跟你讲 2021 12星座做什么什么 说完拜拜 OK 但是我现在 这个很重要 大家 树起耳朵听着 大家知不知道 其实今次这个 2021开运的秘笔 你不是真的 整个2021都这么好运的 你不是整个2021都去做 我待会讲那些事情 会这么一帆封讯 真的一帆封讯的时候 其实 你是只有五个月 再加 夏年年尾 两个半月 OK 五个月加两个半月是多少 就是你只得七个半月 OK 所以你不要以为自己十二个月 整年里面都这么好运 会做我待会讲那些事情 做得这么顺利 其实你只得七个半月去做 OK 那现在就去和大家解释一下 究竟是 如何七个半月做 好 我又去comment那里 paste出来了 好 那是叫一个key periods and dates 哈哈 这件事重要了 真的我肯定不会有尖声 才和你这样做 好 我是全国银行是唯一一个 好 那来际的key periods and dates 一些黄金的时间阶段和日子 是什么时候呢 我总共和大家是手挂 囊括了 手挂了13个 是的 这13个时间大家是要注意的 好 我刚刚已经在comment那里打出来了 OK 唉 我不开名 但是 我想说这里 有一个comment是 挺没礼貌的 自己想想是谁 好 那 paste了那个comment 那我先说 总共有13个key periods and dates OK 那我呢 现在先说 第一个了 第一个阶段是发生什么事呢 就是 其实technically 是真的在12月18、19日 depends depends on你在世界的哪一个时区 OK 那时候的目星呢 就刚刚入了水平了 OK 但是呢 其实为什么我经常都说冬至冬至冬至呢 因为 冬至在21号嘛 那刚刚其实就是18、19日之后的两三天 那时候 他就发生了这个土木合 而且很重要的 因为土星呢 是水平座的主人 他是水平座的守护星 在古典占星 OK 现代占星是讲天王星 但是在古典占星呢 其实土星就是 掌管水平座的守护星 所以他是很significant的 你木星一早进入了这个地方 没什么用的 但是你就刚好在冬至那一天 你去认识了那个主人 你明白吗 就是好像你去了一个 去到朋友的家庭作客 那你先进去 你推了道门进去 那你都在那儿等朋友 到那个主人真的进来 其实就是冬至了 所以我不会特别去说 我12月18日 19日你就开始去行好运 我会直接当做这个 木星入水平 根本就是在冬至 伴随土木合发生的 OK 好了 所以其实呢 由冬至开始 那个十二星座开运秘吉 就开始来了 OK 但是呢 最正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 就是那个period2 就是土木合 一直去到period3的时候 OK 是的 去到period 就是那个呢 下年的2月27日 为什么呢 因为原来在2月27日呢 木土相星 就是你这个客人 木星和主人土星呢 开始呢 他们已经隔了8个degrees 那在我们鲜精学呢 我们已经开始当他们 已经是有少少 茅合神来的了 有些离心离得了 他们开始越走越远的了 OK 但是呢 有些尖精学家呢 他比那个容许度 会更加阔的 9度到10度 这样 所以最迟呢 其实是去到 下年的3月15日 木土相星 OK 再说一次了 木是个客人 土星是个主人 他们真的离开了10度 是完全离开了 他们没有再任何的交接 OK 毫无懸念 那所以呢 其实呢 你由今年冬至 顶孔去到 下年的3月15日 会是一个最好运的时候 因为 在这段period里面 主人都是在关照你 但是过了3月15日 主人就肯定开始 不会关照你了 OK 那关不关照是关什么事呢 我稍后会讲的 OK 主人关照你 那你可以去 如何去 take advantage of 那个主人的关照呢 我稍后会教大家的 OK 或者这样说 那 其实你之后你整年 你去 因为你毕竟都是去了这个主人的地方 那你叫他的话 他都应该会招呼一下你的 但是 由 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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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 是我 因为 稍微 到 何 10度到26度之间 原来这个就是木星 我们在古典占星的一个概念 叫Essential Dignity 叫Bound 原来是木星一个最开心最舒服的时候 即是说 虽然3月15日主人开始不理你 但是真是很巧 真是屁股撞棍的巧 你竟然在翌日开始 木星就刚刚进了20度 一直到3月21日 就在水平的26度 原来那时候木星就很有自由 虽然主人不理他 但是主人给了自由到他 主人信他 土星是给了很多东西 即是叫什么 Mikasa Tsukasa 你当去自己的家就可以了 然后在period6 即是3月16日到21日 木星真的当了水平是自己的家 所以其实这个时候 虽然period6 你是没有主人的关照 但是主人信得过你 你喜欢去冰箱找东西就找东西 你喜欢睡去主人房就睡去主人房 所以原来period6都是很正的 好 这里我就不说period7到13 我稍后再说 但是现在我就要去教大家 那当 土星主人 真的去关心 去关照这个木星客人的时候 其实代表着 你做些什么会无往而不利呢 就是说 因为你现在有主人去照顾 你就一定要去吸取水平的能量 去帮助自己 OK 接下来period2到period5 这段时候 你要做一些水平座议题的东西 去帮助自己 OK 水平座议题是说什么呢 是靠团队精神 OK 共念群体 你要去打入很多群体 OK 找大家去帮你 你不可以自食其力 你一定是要群測群力 OK 但是在period6 OK 因为主人开始给你自由道理 所以在period6开始 你可以去认识自己 OK 但是在period2到5 如果你不靠大家群測群力 那你就真的笨了 因为那个主人 他走到来帮你 水平这个主人 土星主人走到来帮你 他代表的就是群測群力 你竟然不去拿他的着数 那你就真的笨了 OK 好了 所以呢 在period2到5 尤其是一定要做什么呢 一定要去加入一些群体 OK 你要变得很social 但是 大家在疫情之下要小心 不要在那跳老母 OK 那 这里就很有趣的 那你说 是不是真的代表我来做什么都要参加多人 因为我在这里叫大家去参加多人的东西 其实是relate to大家之后 去怎样更加容易谷行自己 那个十二星座的那个开云秘笔 但是我当了 咦 如果我稍后教你 你未来这个2021开云秘笔 是你可以拍拖的 容易拍拖的 那你就会说 那你又叫我加入多人 那就是怎么样 就是叫我跟很多人拍拖 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呢 大家猜一下会是什么意思 怎样透过加入一些团体 因为多人去帮自己拍拖 是不是叫你一脚搭N船 去跟很多人拍拖呢 大家猜一下是什么意思 有没有人猜到 看看有没有人猜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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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像没有什么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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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我只见了我的 pinned comment 对了 算了 对了 有Amy说得对了 对了 认识多些人 认识多些人找到很适合 对了 或者参加一些 可能什么speed dating 这样的活动 先让你容易去认识到 那个新伴侣 或者这样的 OK 我当你要找自己的 我当男生 我当男生追女生 OK 对了 透过不同团体 认识你的真命天子 透过朋友的朋友介绍 哇 完全很重 或者这样 我当一个男生要追女生 OK 那这个男生就透过他的兄弟 去帮他 OK 可能搞一个surprise party 或者 如果我跟你说 你要结婚的 那你怎么透过团体呢 你便找大家一起去帮你 做一个浪漫 浪漫的求婚的show OK 那是否叫群测群力 是否让大家帮你 去达成你的那个愿望 达成你去追女生 或者达成去求婚结婚的愿望 OK 所以这些就是叫做 如何去靠大家群测群力 OK 就不是说你和很多人拍拖 或者你和很多人去结婚 OK 那 还有大家一定要记住 那个思想要大胆一点 前卫一点 因为水瓶是说这些开创 隔身的状况 就不要经常按古板 OK 因为古板是过往的那个摩蝦 山羊座能量 那它已经outdated OK 好 还有就是说 怎样去得到这个土星主人 水瓶座主人的那个关照 一定要学多些东西 OK 尤其是什么呢 大家真的可能要去学一下IT 学电脑 学写program OK 学一些新的科技 例如转场去MeV OK 是的 去接触一些新的东西 一些新的invention OK 那对你呢 是会非常之有帮助的 OK 最后提一提 喏 在古典占星呢 是的 这个呢我又肯定 全世界都是不会有占星师跟你说的 OK 在古典占星呢 原来水瓶座呢 是代表着全世界某些国家 某些地区的 代表哪里呢 代表北欧 是的 Skandinavia 和代表俄罗斯的 OK 所以如果到此解封之后 如果大家可以去多些北欧 或者是俄罗斯旅行 哪里说北欧 北欧四国嘛 那冰岛呢 北欧不是四国吗 哎呀 总之北欧 隨便吧 哎呀 我真的很好奇 日文可以跟我说 北欧不是四国吗 但是为什么我说到五国出来呢 河南不是北欧的 河南不是北欧 丹麦瑞典 芬蘭 冰岛呢 丹麦瑞典 挪威芬蘭冰岛 为什么我说到五国呢 anyways 我之后查了 大家有 大家喜欢的话 大家去查吧 哦 有人跟我说原来冰岛不是的 啊 冰岛那么差的 好 那大家多些去北欧 和俄罗斯旅行 都可以去获得水平座能量的关照 有人说北欧五国 OK 好了 现在真的开始去讲那个 我开了 MIV我开了 是的 MIV我有个personal account 是叫塔尖乱南 但是同时我开了一个group 都是叫塔尖乱南的 所以在我的personal account 大家add我也可以 还有去进我的group 塔尖乱南都可以的 哇 很多的responses 有人又说北欧四国 有人又说北欧五国 不要紧了 我之后google 多谢大家 好 现在真的开始讲那个十二星座向运秘笔 好 那星座要怎样去看星座呢 第一 麻烦要看上升星座 怎样去找上升星座呢 我在今天下午的video post 已经是share了出来的了 首先要找上升星座 还有很重要的 如果国夏是在香港197x年出生 总之是1980年出生 总之是1980年之前出生 还有如果是夏天的话 大家知不知道 其实香港曾经是有个夏令时间的 那你是要把那个中数减回一个小时的 OK 那这件事很重要 因为这件事 你隔了一个小时 那个上升星座呢 有机会会不同的 有机会 但是都有机会会是一样的 但是 麻烦你们自己去小心点 OK 那 我都很好人的 我实际在那个post的comment那里 都贴了香港天文台 讲回以前香港何时有夏令时间的link出来的 OK 那你们自己去找回 我当如果你出生那时候是有夏令时间的 那如果我当你的医院记录是写 你是4am出生的 原来你真实你要去输入一些 找命盘那些东西 你是要输入3am 即是你要自己去减回一个小时 记住了 夏令时间 你要把你知道的时间 减回一个小时 那个才是你真实的 所谓真实的出生时间 麻烦记住 好 所以首先呢 接下来我讲十二星座开云秘笈 大家呢 第一要去看上星星座 第二呢 之后呢 就去看你的太阳星座 什么叫太阳星座呢 即是呢 根据你的那个birth date 出生月日呢 那个星座就是叫太阳星座 ok 那要看这两个星座 但是呢 我提醒大家 ok 提醒你还有第三个星座要看的 在什么情况之下呢 只是你的上星星座 听着 如果你的上星星座 是在二十度或者之后 即是在二十度或者二十九度 ok 因为 我们占星里面只有零到二十九度 如果你的上星星座 是在二十度至二十九度呢 那你就不妨听下一个星座 ok ok 那 但是 什么叫下一个星座呢 不是我 等一下去讲解这个次序 那个星座 而是 在我们那个尖星图 十二星座那些圈圈 那个次序 即是 由白羊 去到金牛 跟着去到双子 跟着去去去去去去到水平 去到双鱼 那个次序 ok 明白我说什么 我打个比喻 如果我当你的上星星座 ok 是在那个白羊座的二十三度的 ok 那即是 其实它已经在二十度到二十九度这个 range 那 那就麻烦你 等一下 都最好听起来 你下一个星座的那个讲解 那个开运秘笔 那 白羊之后的星座是什么呢 大家可以去上网找回那些十二星座图 白羊下一个是金牛 ok 总之 你的上星星座only ok 不要你太阳星座 如果你的上星星座是在二十度打后 二十度或者打后 那你就要听 你最好听下一个星座的开运秘笔 这个所谓的下一个星座 不是我讲解的次序 而是 你上网找到那些十二星座的次序 ok 讲完了 好 那 有人问为什么 如果不是香港出生的时间 如果不是香港出生的时间 那怎么办 你可以去Google 找那些什么 Astrological chart Earth chart 你去进入那些资料 你可以找到自己的那些 那些占星资讯 ok 那然后上星星座呢 我们是叫A.S.C. A.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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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好 有人问为什么 有些人问 为什么如果上星星座 在二十度或者以后 要听下一个星座呢 这里很多理论 很难跟你讲的 但是呢 我给大家一个感觉 就是说 反而一开始 你的下一个星座的东西 会更加重到你 而本身真是你自己 本身的上星星座的东西 可能要去到下年的三四月 才会看到 那个开运秘笔 ok 我又给一个比喻 我当你是上星巨蟹座的23度 23度即是20度 开始打后 如果你是上星巨蟹座23度 那我就叫你听下一个星座 巨蟹座下一个星座是谁 是狮子座 ok 那原来 如果你听狮子座的东西 它一开始会更加重 即是在12月开始 会更加重 但是可能要去到三四月 才会 你才会感觉到 我说巨蟹座的开运秘笔的能量 ok 所以为什么 这方面大家要注意一下 那 还有呢 所以为什么我今晚那个直播 我都说可能要分两拍 因为 我是一个很喜欢 就是precision 还有我很喜欢 accuracy的人 我相信我上面说的那些东西 都是全世界 不会有尖星巨跟你去说 ok 他们不很简单 我2021开运秘笔12星座说完 ok 但是我希望大家的东西是真是帮到大家 ok 讲多次 是上星星座only 是如果你上星星座是20度或者打后 你才听下一个星座 太阳不关事 ok 好了 还有最后呢 教大家了 听上星 听太阳星座 还有如果上星是20度或者打后 就听下一个星座 那之后要怎么样呢 你就将你听到的全部信息呢 去用一个自己的创意小宇宙 ok 将那些messages混合 那那个就有可能是你的故事了 ok 所以有时真的要用多些直觉啊 灵感的 那例如怎么样呢 如果 例如 我跟你说 哦 你来着下年呢 有财运 有钱财运 还有呢 你可以和人有一些更加亲密的bonding 所谓的partnership ok 那大家可以想一下了 money 再加上partnership 可以是什么呢 大家去打一下我喝一口水先 是啦 那如果 你又有money混 你又有partnership混 那混合就是可能变了business的partnership 是不是 你去 加入一些business的partnership 为你赚到钱 又或者呢 你可以 有一些marriage of convenience 中文叫什么 就是一些政治婚姻 有目的的婚姻 吊金龟 ok 你可以透过结婚去令到自己很多钱 你可以嫁入豪门 ok 所以 这些东西要运用自己的小宇宙 ok 又或者 如果我跟你说 你下年呢 你有改造自我形象的运 还有呢 你下年呢 你可以去强生健体 很明显啦 可能叫你去训练到自己很健碩 去操一下 操一下肌肉 那便透过做运动健康的东西去改善自我形象 是不是 很简单 那或者 如果我跟大家说 你有一些继承别人财产的运 可能叫遗产运 或者是 你可以得到别人的一些钱 钱 钱财 那同时呢 你又有交通的运 对了 交通运 那可以是 故事是什么呢 我给大家想一下 对了 你可以继承到别人的钱财 你又有交通运 你的交通会方便很多 那你觉得可以是怎么样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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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问港道呢 那可能有人送一辆车给你了 嗯 可能你家里有一辆family card 已经很够了 那你父母就把它送给你 然后你父母买过新车 是吧 那这些东西全部都是possible的 那所以为什么大家要用一些 自己的小语就 去想一下 那还有呢 我最后亦都给大家一个tips 就是说 那我们去想一下 哦原来以前的 嗯 木星在水平座是什么时候呢 那大家如果 还有记忆的话呢 那你可以去recall一下 以前这个木星水平period 是的 这些period 大家发生过什么事 那都可以是一个很好的参考 就是说 咦 可能你来着的这个 2021 都是会重复了这个运气 是的 因为这些星象是会循环的 循环的嘛 是cycle来的嘛 好似12生肖是cycle来的嘛 好了 那以前那些木星水平是什么时代呢 那我又在comment那里给大家看 我找了三个时代 OK 09年到10年 97到98 和85到86年 是的 那透过这些时代 你去recall一下以前做过什么 那可能你下年呢 又有这个这样的cycle 循环了 好 那当然记住了 所谓的开魂秘笔 你真的要去打开心扉 你是要去开放自己 才可以得到这些魂 对不对 那这些东西不是说 那么大个蟑螂 在天上掉下来给你的 你也要自己去争取一下 好了 现在真的开始讲 先讲哪个星座 是讲巨蟹座 先的 巨蟹座的朋友开不开心呢 有没有巨蟹座的朋友在这里 我的粉丝叫Nicole 她说我的比喻是神比喻 她很喜欢听我的比喻 因为我喜欢令到大家去明白 OK 听比喻不好吗 是吧 好了 现在先讲巨蟹座 那我又去解释一下 为什么我会讲巨蟹座先呢 OK 这个就是我上期的 塔前乱临星座运势 我不是说看看哪个 反应最热烈的 原来巨蟹座是拿冠军的 所以我这次就先讲巨蟹座 OK 那这个 这个教育的 moral 是什么呢 就是 因为我真的有时候 如果我有些东西要去排次序 那我不知怎样去排 OK 还有我是很不喜欢 我永远都是八阳座先 跟着相遇去最后 因为这个就是我们王道十二公的次序 OK 八阳金牛双子 跟着最后才相遇 我觉得这件事是很不公平的 就是好像那些年年十二生肖那些 那些 那些 我如果今年牛年 跟着就先讲牛 是吧 跟着就 牛虎兔 最后才讲老鼠 那我觉得对老鼠很不公平 OK 所以我是会 depend on 上一期那个 星运的那个反应 OK 所以大家记住 以后呢 那个 星运呢 就真的给多些热烈的反应 因为分分钟 有时候我不知道有些什么去排斥序呢 原来就是会根据这个反应去出的 OK 根据最最新的反应去出的 OK 所以就不要純粹觉得 哦 那 那 下期的星运迟些出 迟些听 原来他那个影响是无缘忽解的 OK 好了 据蟹座 发生什么事呢 过去一两年 那 都跟别人去建立了些很紧密的关系 例如 拍拖 OK 或者是一些生意的合夥 OK 那大家今年就开始 会去 有些讲金不讲心 OK 但其实这个讲金的过程 不是说大家 有些计较 我反而是会说 因为大家多了互信互赖 所以 这些东西才会更加 多容易去撩起 明白吗 因为有时候 那句说话叫什么呢 我又不是说 小人之间甜如蜜 但是有时候 大家 可能一开始有些东西 不是很熟悉的 那全部都是根据contract去做 根据白字黑字 但是有时候 大家就是因为多了信任 才会有一些灰色 有一些模糊的灰色地带 就是因为这些东西 才会更加容易去撩起了一些 金钱的问题 或者要去真的讲中间的 trust的问题 但其实是一件好事 因为代表了 你们那个关系 真的走得更加亲密 才为什麽会 撩起了这些更加敏感的 topics OK 但是接下来这些范畴 你们都会做得挺好的 OK 例如我当两夫妻要去 或者情侣要夹钱去买楼 或者这个partnership 要再大家拿钱去投资 一些joint finances 一些共同的投资 或者你们去共享一些资源 例如夹租 都关于夹租事 OK 那就是 跟人退同居 或者是谁去借钱 那这些方面 大家都会大获全城 是做事做得挺信心的 OK 即我当就算 虽然partnership 但我当你是想出自由 你想别人出街 OK 你只是出三成 别人出七成 可能别人都会去 别人都会肯制的 因为 就是因为巨蟹座 就在这些议题上 会有一个负责在 OK 还有 有关一些税务的东西 都会很容易得到一些税务的减免 是的 那还有一些 和性 性生活 性生活 接下来大家都会非常之愉悦的 是的 还有讲讲一些大家更加亲密的相处 是的 Richard我刚刚都说过 还有大家很明显知道 其实性行为是亲密的一个 非常亲密的表现 OK 在这些这么亲密的接触上面 大家是可以得心应手 OK 也都如果 你在人生里面很多年 有一些不开心的东西 有一些情绪阴暗面的东西 那接下来是可以去接受治疗的 可能真的去看心理医生 这些这样的东西 是的 去改造一下自我 去接触自己心底最私密的一些秘密的东西 去撩起它 然后去撥乱反症 那在来将这一年都是可以去做的 OK 那最后就是如果 如果有一些研究 如果大家是做一些学术研究 要做一些研究 要做一些研究 或者要做一些 一些专题探讨 研究 甚至如果你是做偵探 或者你是做黑警 你要去查案 要去找一些很多年的冤案 要去调查 那你们都是会有一个这样的幸福 OK 那 我再说多些 上面是一个总括 但我现在就每一个点再说小一点 是的 那这段时间其实是一个 心理上面很多事情去了解了 不单是去了解自己 亦都是了解他人 那所以我 为什么才说你是可以去看心理医生 去了解自己的一些情绪垃圾 对不对 而且是更加去了解你的伴侣 OK 那还有 那个共同财富是很好 如果你是管理财富很好 的话 你是可以是 身家暴障 对了 身家暴障的 OK 那还有什么 哦 还有 接下来都会有很多人去找你帮忙 OK 那你都有 有这样的power去帮到人 尤其是如果人家是经历一些危机 OK 尤其是如果人家是经历一些 老病死 或者是一些 呃 呃 离婚 是的 那他们有这样的东西 如果要找你去依靠呢 那我相信其实巨蟹做一般都是一个很好的聆听者 是很充满母爱 那他们来找你呢 你也是可以帮到他们的 OK 那然后 那还有 如果是一些保险理赔方面 那你知道有时候这些保险公司很贱格的嘛 就是叫你买就很容易什么都答应 接着要去赔就什么都不赔 那但是在下年呢 这些保险的一些争拗啦 那你是可以去获得那个 呃 呃 那他们会真的赔给你啊 或者我刚刚都说过了 一些呃 呃 税务的减免啊 一些优惠啊 OK 那甚至呢 遗产呢 都真的有一个遗产运的 OK 那这个时候呢 是一个很好你去做一个理财 是的 理财策划 一个很好的时候 或者真是去买一份保险啦 那我不是去 帮谁做广告啊 我自己不是做保险的 OK 那那 最后啦 也都很开心就是呢 还财是非常之好 那所以去做一些投资啦 適当投资啦 那但是大家明白 就是投资 即是投资 价格可升亦可跌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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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些很长的那些 disclaimer 那那就是不要说 分身家啦 OK 那但是在投资方面 都会有一些幸福在那 OK 那 还有啦 如果大家是结了婚的话 那你可以 寄望一下 原来你的婚姻伴侣 她未来 她都有机会 会比较容易发达 或者加薪的 那这些事情 就会令到 连带你都 多了财产 因为有时候 share resources 两夫妇有时候 不会分得那么清楚的嘛 那她的钱就是你的钱 那她多了钱 就是代表你多了钱 是不是 跟着还有没有呢 嗯 嗯 我都想我说完了 她在座 啊 对啦 或者你去借钱 银行会肯借多些钱给你 以及用一个更加低的利率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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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去研究多些塔罗尖博啊 星相 那其实 都会有一些意外收获的哦 那记住就 敢密些去follow一下我 哈 好 真的说完句话了 下一个说射手座 香港人又叫任马座 嗯 喝一口水先 咦 是啊 我真的发觉自己有点瘦味头哦 嗯 讲的星座是不是我出生日期的星座 嗯 嗯 請问今天会不会讲到上星相遇啊 嗯 嗯 上星相遇都好像很厚 嗯 嗯 喏 我plan到大概 嗯 讲到10点啦 好不好 那如果没有的话就 没有的话就 就星期日再讲 喏 遲来的 遲来的 观众 麻烦去找回 你看回那个pint comment 那里 我已经pint了下面了 叫大家去vote的 如果我今天讲不及那些星座 大家想我星期日是再开live讲啦 还是 呃 uplog video 你们麻烦去投票啦 OK 去按那个 手指公 或者按心心 水瓶座讲了 有排都没讲喔 有排都没讲 喏 喏 现在讲射手座啦 嗯 那 好吧 射手座 过去一两年呢 喏 你真的赚到几个钱喔 OK 你说这些是废话呢 sorry sorry 但是总之无论如何 都是为了一些钱的东西 在这奔波 努力啊 所以到现在呢 你终于要去放下一下了 还有咦 现在是 射手座的birth month 是吧 所以 嗯 现在开始会有一些 想去见朋友啊 甚至是认识一些新的朋友的一个这样的念头 OK 或者大家是吃一下饭啊 分享一下一个喜悦啊 如果你上年是赚了钱的话 OK 请人吃一下饭啦 就算上年是做得不好的话 但是 找些人去慎一下 找些人去 大家安慰一下大家 是吧 那总之无论如何 你会很想去见人 尤其是是因为一个钱的问题 OK 那 所以呢 嗯 今年要去做什么呢 就是见多些人 就是我一开始讲过那些水瓶座的议题 但是原来呢 你去见多些人呢 他可以帮助你的钱呢 是更上一层流的 所以 为什么我一开始才讲 你是有一种钱的驱使 而令到你很想去见多些人 OK 如果我当你之前是赚到点钱的话 你现在最好呢 就见多些人呢 去学下 去偷思 如何去投资啊 理财啊 OK 可能去见一些financial planners OK 那如果 或者 我当你有些东西是想去争取曝光啊 想去捧自己做一个网红啊 才子才女啊 那这些东西 其实背后都是有一种钱的推示 是不是 你想去认多些人 是想令到自己更加多钱的 OK 又或者 如果你本身那个事业工作是不好的 OK 失了业的 然后你现在都是认多些人 OK 就令到自己有了份工 OK 所以你真的要认多些人 还有背后呢 如果你有那个钱去驱使自己 是啦 是因为你想赚多些钱才去认识人呢 那你那个成功率会更加高 因为你就是吃对了那个星象了 OK 所以是啦 你听到可能真的会有些少少 什么 功利的 但是人是这样的啦 是不是 嗯 好啦 那还有什么东西是很幸运的呢 好干啊 我嘴巴 算了算了 好啦 还有什么东西是幸运的呢 Oh my god Sorry啊 我见到一个朋友 我刚刚都怀疑是不是 我这个朋友 我有一个美国的朋友 她叫Kitty 其实是 I love you too Kitty 好久没见 是啦 I hope like everything has been fine with you and like you've been living a good life OK 我好惯着我的 这个很好的朋友Kitty 她是双鱼座的 是啦 她是太阳双鱼座的 OK 那她现在在美国 那大家希望她 疫情OK啦 OK 那祝福她啦 OK 好啦 没见了Kitty 很开心见到你 好啦 Sorry 打散了 讲回社手座 OK 那你来际上会有些什么的欲望在呢 教育 学习 和大家去沟通 OK 还有呢 如何去present自己 如何去present自己 其实跟沟通有关 对不对 而且你可以去学更加多的技能 OK 而且在学习 因为刚刚都说了学习 对不对 还有 一开始没讲过水平座年代 尤其是学什么 学电脑 IT那些东西 尤其是学这些东西 你会很得心应手 而且你会很开心 OK 那还有呢 就是我说过 你是会很容易去present到自己 和大家沟通得好 所以这个时候真的 如果你想社手座的朋友 想趁来这一年 去捧自己做网红 捧自己做KOL OK 人家是会更加容易接受你的 因为你present得自己很好 如果你找到一些团队去捧红你 就完美了 OK 那 还有什么呢 还有因为你会变得很聪明 甚至为什么你也会有那个 学习运 OK 还有 表达 就是表达自己也好些 所以不单止你去学东西 或者如果你去做老师 所以我一开始没讲教育 你去教一些 course 或者你去写一些书 因为你present得好 人家都会是很容易去get到 所以你不单止是可以去有学习运 你也可以有教育运 OK 对 跟着 所以去出书也可以 因为你出书 人家明白你写什么 对不对 好了 还有什么呢 有很多太阳相遇 我想说其实我很多女性的好朋友 都是太阳相遇了 很有趣的 OK anyways 继续说回射手座 OK 还有 这里就是说 原来射手座真的有交通运 OK 所以2021年可以去买新车 或者不买车 买单车 买电子 但是好像犯法过香港 是不是 这个你们自己小心 OK 或者我当 原来你们家里楼下多了一条巴士路线 或者开了个不知什么铁站 那这些东西都会令到 即是你们的交通运是好了 OK 还有呢 在一些地方要留意多些 因为原来他分分钟就是给到很多的机会 还有一些上天的小礼物送给你的 是什么地方呢 就是如果有人来探你 是的 或者你去探人 那你们约好了就不要失约 因为原来他背后可以隐藏一个很大的机会 尤其是跟钱有关的机会 是给你的 OK 或者去一些短途的旅行 是的 即是可能解封之后去一下台湾 泰国 那这些地方都会 尤其是帮助你去学到很多东西 还有学到很多赚钱的机会 OK 还有呢 麻烦来紧要查一下多些自己的电话 不要有miss call 还有呢 查一下那个spam box OK email那里 不要miss了一些email 因为呢 里面有很多的机会是可以给到你的 OK 来自这些电子通讯仪器 这些messages OK 那还有人的话呢 都有很多的贵人 哦 你们的兄弟姊妹 你们的唐表兄弟姊妹 即是亲兄弟姊妹 唐表兄弟姊妹 甚至你们一些中小学的同学仔 中小学而已 大学无关事的 OK 中小学同学仔 甚至是你们的邻居 他们身后都是会对你很友善 还有给到很多的机会 你们 那所以你都不要等别人去找你了 你去主动找这些贵人呢 那即管看看他们可以有些什么好大挟 OK 那还有 非常之建议就去加入一些轮舍的组织 刚刚都说了轮居 可能那些什么街坊福利会 业主立案发团 那还有呢 旧身会 因为中小学的人 中小学同学是帮到你的 加入旧身会 OK 甚至是中小学旧的老师都会帮到你的 OK 或者去进入一些多些不同的 或者是 me we的groups whatsapp groups 那去 去接触多些人 他们会给到很多的好大挟 OK 跟着还有什么呢 啊 还有啦 如果是读书的学生歌 但是我相信学生歌 刚刚都不会听我的live 是不是 但是父母 OK 那如果你是有小朋友是 读中小学的 是社手座的 香港人又叫人买座的 那他们接下来呢 不一定是说他们读书好 但是起码那些老师会挺疼他们 OK 跟着 还有 如果你们是做一些 要去透过口讲的business 就是 最简单 salesman 对了 常常去碎别人去买东西 那因为你present得好 是不是 那别人都会容易去买你的东西 嗯 好 跟着还有没有呢 行了 说完了 嗯 是啦 说完了 嗯 嗯 是啦 说完了 好 现在就讲天秤座 第三个是天秤座 其实也是上期我那个 灌亚桂军 上期那个 塔千乱临星座运势 那个灌亚桂军 是吧 是啦 我又喝一口水 喂 等一等一等 我要滴眼液水 因为大家知道我做完矫事 会有一些眼光 我先滴一滴眼液水 我先滴眼液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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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是不是很搞笑 好 天秤座 天秤座 天秤座发生什么事呢 哇 天秤座来今年的好玩喔 天秤座来今年的好玩喔 天秤座来今年的好开心 ok 一些娱乐啊 还有 人类 人类最大的娱乐是什么呢 是拍拖啊 天秤座来今年的好玩喔 天秤座来今年的好玩喔 ok 还有一些去玩 Have fun Have a good time ok 那这些东西呢 就完全是非常之好的 或者如果你们有些东西是想创作啦 如果你们是从事艺术创作的行业呢 ok 那都是会 很多灵感啦 灵感如全涌啦 ok 还有呢 甚至在这些创作艺术方面的呢 都容易是拿到奖看的 甚至是奖金的 ok 那还有 都说了啦 拍拖啦 ok 真的很容易是 认识到一些新的人的 ok 那还有呢 如果是一些 赌博 的 赌博的 活动 那你们呢 都是容易呢 起码是很开心的 是的 就算真的是 输钱 但是都是输一些开心钱 但是如果赌博 开心的话 最简单就是 真的因为赢钱 ok 那所以呢 我当了些什么新年 可以去多些去打麻将 ok 或者就是做一些 赌博性质强的事情 起码你们一定会 have fun 我可以guarantee 就算不赢钱 但是输都是输开心钱 你们会很enjoy 那个过程 ok 但是当然更加好 就真的赢到钱 是的 那 嗯 嗯 还有什么呢 嗯 嗯 好帅啊 啊 啊 不过有些事情不好的 有些事情小心就是什么呢 你要小心你们的健康就差一点 ok 健康差一点 尤其是呢 是一些血液循环的东西 不是那么好 下一年 是的 那 还有 again 不过 就是和一开始巨蟹座 那个投资也是 ok 小心使得万年船 就是任何赌博的东西 都有风险 麻烦不要睡身家 ok 跟着 哦 还有啦 你们和小朋友呢 是特别有缘的 那所以如果你们本身已经有子女啦 或者人家的子女呢 会很喜欢你的 那你去和他们玩得很开心啦 那但是呢 如果你们是暂时没有BB 而很想有BB的话呢 那就恭喜天平座的男女了 ok 因为这一年呢 是非常之有机会呢 是可以生到小朋友的 ok 跟着还有什么呢 还有啦 还很重要 不过这个都 这个都有一些废话 还有十二星座都对了 就是 始终是封了关这么久 解了封之后 去一下旅行 ok 但是 这个就是十二星座都 都通用了 对不对 但是你们如果去一个 粉旅行 是会更加开心的 ok 还有记住喔 一开始都说过啦 嗯 北欧啊 俄罗斯啊 会更加更加好的 嗯 跟着还有什么呢 嗯 嗯 差不多都说完了 好像有 很废话 看看有没有漏了 先 我很怕漏了 对了 还有大家可以去培养一些兴趣 ok 嗯 嗯 对了 还有大家开始会没有那么区谨 对了 很容易去表现自我 ok 但是其实 天平座一向都不是特别区谨 不是 啦 天平座是很社交的 但是你们会常常去保持自己的优雅 是吧 那都是有一点区谨的 但是接下来你们就会更加 玩得放一点 ok 所以做一个很快的小小总结 ok 就是恋爱 一些娱乐 玩啊 赌博啊 一些创作啊 还有一些生育啊 小孩啊 小孩子啊 那这些混全部都是有的 ok 还有啊 你们来到今年呢 很容易经常都会收到别人送给你 送礼物给你 ok 又或者如果你们经常去送礼物给别人呢 那都会有一个 更加好的一个vibe 可能别人真的会很appreciate 你的份礼物 ok 因为你知道那些人其实他们 就是比较冷淡的嘛 你送一份礼物给我 好好好 多谢 ok 但是如果你们去送礼给别人呢 别人真的会由个心去 多谢你的 ok 好了 喏 现在讲了三个星座 那现在呢 我又要去回归之前的留言 我想去跟大家解释了 剩下 第七至到第十三个阶段是发生什么事 大家能不能找到那个留言 慢慢看一看 你们慢慢看一看吧 我又喝一口水 先看一看 有人说我个 阿Mandy Mandy 这件事正面不是我自己吹的 所以为什么我要去 把名字都说出来 阿Mandy Mandy 说我侧面有几分像郑依健 我真的没有 我是没有听过人说我像郑依健 但是我听过人说我像谁呢 方力申 高昊正 张顺哲 还有 有 TVB 那个整日 TVB 那个什么同事三分针的老闆 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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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什么 王什么鬼 都听过这些 好了 我现在可以开始讲回 之前那个 在那个comment那里 Key Periods and Date 第七至到第十三个阶段 是发生什么事 好了 第七个阶段呢 5月13号 牧星呢 就走了去相遇了先的 然后呢 他一路会去直到7月28号 OK 原来他就说了呢 他是会忘失了 他本身做开的事 他本身那个luck OK 因为呢 就是我 我一路讲 例如 天秤座有拍拖运 有去生育的运 OK 但是当去到 Periods 7的时候呢 由5月13号开始 去到7月28 牧星在相遇了呢 他忽然之间没有了这个火 可能去追追人 但是忽然之间又不想再追这个女生 OK 或者不断在那儿试下 在那儿怀忍 就是在那儿做人 但是忽然之间 唉 先休息一下 好累啊 让我先休息一下 让我先休息一下 那就停了这个火 OK 所以其实由5月13号开始呢 所以我就跟大家是摘一摘 是摘之前那些咯 因为由5月13号开始呢 我说这个十二星座开云秘笔的东西呢 开始会有少少很难 apply得到 OK 因为大家那个focus呢 会被人distract了 或者你自己会想休息一下 OK 而且尤其是呢 开始去到第八个period OK 即是5月23号 那时候我写了什么呢 大家看一下 土平 即是土星水平座 开始逆行 OK 记不记得我一开始说过 水平座的主人是土星 主人都开始不理你 你们开始是离心离得 OK 你那个木星离开了水平座的主人的家 你去到商鱼座了 你不再去做人的客人 然后5月23号那时候 水平座的土星 那个主人他都走开了 他离开你了 所以这个时候是会更加难挨的 就是更加 我一开始 即我来说这些开云秘笔 你是更加难以实行 OK 所以为什么我才说我今年要跟大家去摘吉日 OK 就是说一开始那六个period 即是由period2到period6 是会更加好 那还有尤其是是period2到period5 你就要去更加吃到水平座那些的优势 是不是 你要去take advantage of那个主人 OK 那然后 好了 我们又去看回 接着由9到13的这些periods and dates OK 那然后 第九个period是 是啦 木星相遇呢 就开始去逆行了 他就开始去记回 咦 原来我之前在水平座 那但是同时呢 因为土星呢 都是在逆行中 OK 所以就算你去找回 但是土星的主人呢 他都不太理睬你了 OK 即他可能会有些觉得 哇你真是 呼之则来挥之则去 你喜欢来我家就来我家 喜欢走就走 OK 他真是不理睬你了 OK 所以更加呢 你是会失去了什么呢 就是我一开始讲那些团体的运 那些群策群力的运 OK 就是讲着呢 其实在第九个period的时候 就算你想找人帮你 别人都可能不肯帮你 明白 OK 然后第十个阶段 木星翻了水平 那继续逆行 继续去找土星 但是土星都在逆行 所以都是仍然更加难去找人 但是 不是更加难 仍然都是难去找人 但是会比第九个阶段容易一点 因为毕竟你都真的去回水平座 这个主人的家里那里 所以你真的在 你不是在别人家里 喂 hello hello 你是真的去回他家里 跟他可能曬个钓 say sorry 那你开始那个幸福呢 是回来一点点 OK 那然后 去到第十 啊对了 跟着呢 去到最后那两个阶段 第十一第十二个阶段 就是由10月12号开始 就是我一开始说 这个2021的开运秘笔 你都还可以在 夏年年尾最后两个半月里面呢 是做到的 因为我们看一下 第十一个阶段 10月12号 土役完结了嘛 那它开始停滞 开始迅行啦 那然后呢 第十二个阶段 10月19号 木也都开始完结了 两个星都开始迅行啦 就是那个主人呢 都开始关照你 OK 那所以呢 由第十一个阶段开始 你是可以又是 吃一些水平座的优势啦 就是又是找一些人去群测群力啦 嗯 嗯 学一下 学一下IT啦 OK 和自己开始潜围一点 大胆一点啦 和去下北欧四五国 去下俄罗斯啦 那你会更加吃到这些因素呢 去帮自己去达成更加多的愿望的 嗯 OK 那但是 一路去到年尾啦 十二月 真是去到好尾啦 十二月二十九三十号啦 那木星呢 就真是正式离开水平座 那这个就是那个2021开运秘笔呢 呢 完结的时候啦 嗯 好 那现在呢 那我们讲了三个星座 讲多一个啦好不好 好啦 讲多一个啦 是啊 讲多一个 那然后剩下的呢 就Sunday我们那时继续啦 OK 嗯 好 第四个是哪个那么好彩呢 哈哈哈 是很恐怖的天蠍座 有没有天蠍座的朋友 啊王子虹啊 叫王子虹啊 为什么有没有天蠍座的朋友啊 还是天蠍座已经等不及 已经走了啦 但是应该不会的 天蠍座是很 嗯 好 嗯 好什么 就是很 很有毅力的 OK 应该不会那么快走的 好啦 可以啦 看见了啊 是不是那边的蜜蜜空啊 是不是那边的蜜蜜空来的 OK 那就说自己天蠍座 好了 那我想问一下天蠍座 过去一两年呢 有没有一些朋友让你们很羡慕 他有头好住家啊 对啦 或者你们会不会 识到一些做地产经纪这样的朋友呢 如果有的话就真的恭喜你了 因为原来上天是密密地帮你铺路 OK 铺什么路呢 就是说 那你羡慕别人有头好住家嘛 他就会挑起你对家的一种向往 OK 你会很希望有一种很安稳的生活 很舒服的住家生活 对了 那就对了 还有如果你认识一些做地产的朋友呢 那他们接下来就会帮到你去找一头好住家了 OK 那么是啊 今年真是有这个 即是来近2021呢 是的确有家庭运的 OK 那么这个所谓家庭呢 他可以涵他很多东西 由那个physical 去到conceptual的家呢 都关系的 就是什么呢 可以是你的居住环境 可以是物业买卖 造屋 搬屋 装修 布置 去到 你和家人之间的亲情 要去修补关系 甚至要去增进你们 家族之间的关系 亲戚的关系 OK 甚至 都包在左轮右里 因为都是你家庭附近 对不对 那么这些地方呢 都是会非常之好的 还有如果和一些家乡啊 国籍啊 移民的东西呢 移民呢 那都是OK的 OK 嗯 那 然后还有什么呢 还有了 如果一些和你 一些小孩儿时的东西 是的 一些 你现在可以说到心灵层面了哦 如果一些童年阴影啊 一些安全感啊 没有安全感啊 或者一些抑鬱啊 恐惧症啊 这些这样的东西呢 都是可以趁来近这年去医治的 找心理医生的 咦 听起来有少少都是像巨蟹座 对不对 巨蟹座都一开始说 他可以看看心理医生的嘛 对不对 嗯 跟着 是的 一些家庭的生活啊 会更加舒服啊 那还有 令到他变得漂亮漂亮啊 可能真的装修啊 或者去做一些DIY的一些装修啊 OK 跟着 哦 还有 如果我当你真的想 是的 我刚刚都说过的 物业买卖 那你是可以买到便宜 还有可能是可以 是的 买到便宜 还有你可以将自己的东西是 买得贵了 OK 就是高卖低卖 可以 OK 那 接着还有什么呢 搬屋啦 是的 搬屋都会搬到一些好的地方啦 嗯 接着还有什么呢 或者家庭 家庭添一些新的成员 但是 如果要讲到家庭添新的成员呢 你那个魂就没有天平座那么强的 因为天平座是真的讲三BB的 但是如果天杰作要那个家庭添新的成员呢 它可以包括什么呢 就是一些很久没见的亲戚 她回来香港然后住在这个地方 OK 是的 还有就是说过了 去修补啊 去增进一些家庭之间的关系啦 所以可能如果以前跟儿妈姑姐很不开心的 闹过架的 那未来这年可以去和好如初啦 OK 接着还有什么呢 而且尤其是就是跟父母关系啦 父母 是的 家庭 家庭里面尤其是父母的关系 就会变得更加好的 OK 他们会对你没有那么严苛啦 没有那么烦啦 OK 那还有 会有一些好 很多很开心的Family reunion OK 那相信随住疫症过后啦 春婚之后啦 OK 那大家会有很多的gatherings啦 OK 接着有人问天洁座由几好到几好 这些上网找到的 OK 还有最紧要就是 看回我今天下午那条link 去找自己的星座 上星和太阳 是的 接着还可以有些什么呢 我刚刚讲过跟父母关系好啦 不单止其实是那个 那个人 那个亲情的关系好 他们都可能真的有些东西帮你 例如呢 他会在金钱上帮你 是的 可能见到 哦 儿子 即可能你是天洁仔 哦 儿子你不够钱给首期啊 我们父母给你啦 OK 哇 那你真的赚到了啦 是不是 OK 还有什么呢 没有了 是这些啦 嗯 如果 真的如果要讲钱的话 是不动产 那我们最简单的 不动产就是 嗯 物业咯 是不是 或者呢 他都可以还包括什么呢 就是一些呢 你是长渣 你是很长情 一直拿着 不放的 我当一些股票啊 或者一些 我不知道 努力 啊努力士啦 可能你买了一些名标的珠宝啊 如果你 这些是如不动产 你不炒卖 你也都不会常常在那 就是搞来搞去的 那这些东西呢 会升值 是的 有机会会 就是 都很大机会啦 尤其是天洁座朋友 拥有的这些 不动资产呢 是会很大机会是 升值的 OK 啊 还有 呃 你们深刻呢 都会有机会去返回乡下 去制造啊 是的 去 或者去探亲啊 起焚啊 是的 which我相信 可能都是过了疫情啦 OK 那你们做这些事情呢 方便呢 都会更加开心的 啊 还有 最后啦 就是如果有没有天洁座的 呃 以退休人士呢 那你在处理你们的晚年生活啊 退休的 每天的日常退休的生活啊 或者甚至是预早去处理你们的身后事啦 那这些方面呢 你们都会做得是 很轻轻的 OK啦 我不是说去就大家 但是 有些老人家真的的 他们 没死的时候 已经是自己 嗯嗯 拣定棺材啊 拣定兽医的啦 OK 所以 是真的 OK 那如果你们是天洁座的年老人士呢 那你可以去 趁这年去做这些 plannings啦 那都会挺快乐的 好 今天呢 今晚就讲了四个星座啦 那然后 接下来八个星座呢 就趁星期日讲啦 好 今晚早上 拜拜